紅白塗裝的直升機側躺在機場跑道上冒煙 消防車陸續趕來灑水 預防起火 七號下午三點半左右 附近民眾都聽到很大的撞擊聲 接著便遠遠看到機場跑道冒煙 竟然是直升機意外墜落 民眾說看到直升機上有五人自行爬出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也證實 這架編號NA103的海豚直升機 隸屬高雄駐地勤務第三大隊第二隊 下午進行常年訓練時 不明原因從滯空狀態墜落 所幸只有懸疑和機身受損 機上五人都沒受傷 空情總隊表示這項常年訓練 大約需進行兩小時 訓練時天候符合標準 由目擊者指出疑似側風太大造成 飛安會陸續也趕到現場調查事故原因 小港機場則因此暫時關閉 跑道四小時 待初步勘察結束 再將機身脫離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